畫面就可以看到餐廳業者拿出大鍋子裝水除水 一旁員工也趕在停水前進行清洗作業 因一台水公司辦理桃園農潭三棵原水站的改善工程 15號凌晨0點開始一直到16號的下午3點 南桃園將有約39萬戶陸續停水和減壓供水 而其中各有約5.6萬戶受益場時間 最長恐怕來到30個小時 停水時間恐怕超過一天 不少餐廳業者也提前除水 甚至電修一天做好準備等來聽一段訪問 這次停水期間 台灣市府也和水公司合作 設立了70個營用水供水站 以及234個非營用水供水站 一週有需要也能提前到激發局網站查詢 市府全力一億希望能減少市民不便 深呼吸引你 自岸 我們要看到 非常注目 就超越